你有想过一天国产车会推出七人座的 SUV 车型吗? 这辆车可能会在明年发布 因为早前本地媒体捕捉到了 Proton 正在测试一辆七人座的 SUV 车型 这辆 SUV 的车型代号是 XV11 它就是吉利的好业 是一台非常大的七人座的 SUV 车型 既然在本地测试就代表这款车可能会发布 而实际上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这款车也会在明年登场 究竟这辆车有什么值得期待呢?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先看看这个传说中的 Proton S90 这辆 SV11 其实就是吉利的好业 它是一台七人座的 SUV 车型 虽然叫做 SUV 但是它跟其他的吉利车款不一样 它采用的是一个叫做 CV 的平台 这个平台是之前吉利的 MPV 车型家计所采用的 所以没有错 它有着 SUV 的外观 但是实际上它就是一台 MPV 车型 所以它在越野的能力方面 跟其他的吉利车款比起来是相对薄弱一点的 因为整个车系都不支援这个四轮驱动或者是全轮驱动 再来一点就是这台车虽然是一台 还有着 SUV 外壳的 MPV 车型 但是实际上它的车身离地高度还是蛮高的 所以会有一定的通过性 另外一点就是这个豪越的车身尺码非常的大 单单是它的车长就达到了4835mm 比起现在我们的 S70 还要大很多 在这边我们会打出这个 佳季 豪越 还有 Proton S70 的车身尺码对比 大家可以一目了烂地看到这个豪越原来是那么大的 最近我这么晚开车的时候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哦 都像你讲换Wiper 了啦 手仔 让你的视野更清晰 请选择 Bosch 优质软骨雨刷 所以在内装的方面 它还是延续了吉利车款一直以来的高质感表现 只是这一次的设计风格有一点不一样 看它的内装设计风格显得非常粗犷 我相信这可能是因为豪越这台车是主打户外活动 所以才有这样相应的设计风格来符合它的形象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像是数位化仪表 大尺寸的触屏主机 还有电子排档杆等等 都可以在这个豪越上面看得到 而且理所当然的它也支援这个 GKUI 19 的系统 所以其实这个触屏主机还是蛮智能的 至于在空间的运用上面 这个豪越真的是太强悍了 因为它是基于MPV平台打造的7人座SUV车型 所以它的空间运用非常的灵活 不仅可以乘坐7个成人 而且在完全倒屏之后 它的后排还可以直接放一张床垫 让你在车上直接露营 这样的设计很明显的就是瞄准这种户外活动等等 所以我相信马来西亚的消费者 同样也会很喜欢这台车 因为你要家用可以 你要去户外运动它也可以 完全就是一个万能单 至于在安全配备上面 这一点是不需要太过担心的 因为像是在S50或者是S70上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所以在豪越上面 这个安全配备应该也会出现 像是车道维持 车道便宜紧 是前方撞击易紧 自动紧急刹车跟主动式定速巡航等等 应该都会在豪越上面看得到 不过应该是顶级版的车型才有 作为一台家庭车 我觉得安全配备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 XV11 Proton版本应该不会让我们失望 引擎的部分 目前豪越在中国 只有1.8公升的TGDI引擎可以选择 这个引擎选项就跟 S70是一模一样的 它的最大马力是184PS 峰值扭力300Nm 匹配的是7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大家可能会有疑问 S70的尺寸用这个 1.8的涡轮增加引擎表现是刚刚好的 那么换上尺码更大的这个 豪越 这个引擎会不会不够用 其实 这个是有一点点细节在的 Proton S70顶级版的重量是1675公斤 但是豪越的顶级版重量只有1660公斤 如果是在空车的情况下 这个豪越理论上会比S70有利一点点 但是考虑到豪越是一台起人座的车型 所以在满载的情况下 动力表现可能就是普通了一些 但是作为家庭车 要那么强的动力干嘛对不对 只要它可以满足我们的日常需求 这个引擎动力就足够了 但是还有一个细节要说到的是 目前Proton已经在本地设立了 1.5TGDI的生产线 未来Proton的车款都会大量的采用这个引擎 包括了S70的小改款车型 同样的也会更换去这个1.5公升的引擎 所以未来马来西亚版的 XV11可能也会采用这个1.5公升的 涡轮增压引擎 不过这个只是我的猜测而已啦 究竟这台车会采用什么引擎 我们还是要等待马来西亚版本发布之后 我们才会知道 早在我国的媒体Fantasyco 捕获到了这个 XV11出现在我国的跌照之前 我们就曾经在网站报导过 这台车可能会来马来西亚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在2020年年初的时候 然后我受到吉利的邀请去到了这个 中国的这个吉利的生产基地 我在那里发现了一张图 这张图就是 在它规划了Proton未来的产品线 其中一项就是他们会提供 CV平台给Proton 这个CV平台目前只出现了两款车 一款就是佳季 一款是豪月 而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佳季引进马来西亚的计划 已经被取消 它的地位会被这个豪月取代 所以基本上 百分之百 这台车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只是来到了马来西亚市场之后 它会带给我们什么惊喜呢 这台车在 中国的售价 跟博越相比 其实只差了一点点 所以我们可以寄望的是 这台车正式发布之后 它的售价跟S70相比 不会相差太远 如果这台车的顶配版本 在13万令吉里面 它应该又会是一辆爆款车型 而且它可以满足大部分消费者的需求 你是不是觉得这辆车很赞呢? 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让我们知道你对这辆车的看法 还有你对这辆车有什么期待的地方 最近我这么晚开车的时候 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哦 哎呀 都是你讲换Wiper 了啦 所仔 让你的视野更清晰 请选择Bosch 优质软骨语刷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任何你对这个豪越或者是 Proton SV11的看法 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S90只是官方的猜测 而其实官方在之前也列出了 非常多可能关于这款车的命名 除了S90之外 它还可能叫做S-Fast 哪个名字比较好听 我觉得它可能会延续这个数字系列的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还是要等待Proton发布这款车才知道 那么这款车的发布就会在明年 大家如果想要买七人座的车型 不妨等一等 因为目前Proton的七人座车型 只有一款Exora 而且这个Exora也卖了10多年 这个竞争力应该是大不如前的 所以Proton真的很需要一款全新的车型来去填补这个市场的空缺 关键你对这款车任何的看法或者是它的期待 你都可以告诉我们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这次的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